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我們川富商旅的余宗軒經理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 大家好 其實大家看到川富商旅啊 川富商旅是在台中算是一個老字號的一個商店了 嗯 對 還可以啦 因為我們是接手 我們是從別人的飯店業做接手 目前大概五年 那接手之前你是叫川富嗎? 接手之前比較好 對對對 真的喔 接手之前叫什麼名字啊? 叫新都啊 所以可能比較老字號的聽到新都 還會比較知道說 新都飯店是什麼 但是接手後的名字就叫做川富 對 可是那時候接手後為什麼想要改名叫做川富呢? 他有故事的嗎? 他其實 其實 他的我們 那時候的想法是 富他有的那個房租的概念 對 富金啊 什麼富稅啊 就一個房租租金的概念 那川就是川流故喜 所以我們希望有川流故喜的房租 所以叫川富商旅 好 取得好意義喔 對 真的很有這種概念耶 對對對 是 那後來 應該是說在經營這項事業啊 這個事業是您自己開始接手 所以要接手這個事業還是是 他其實是家族事業然後衍生出來的一個商業旅館呢? 那是我們算家族事業啦 對那時候就是 我畢業後就來到這邊來到豐原然後幫忙工作 然後到後面接手負責任這部分 那你大學或是高中之前都是讀這種旅館經營相關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都不是 都不是 真的是讀什麼樣的科系啊? 我大學是物理系 蛤? 就是數學物理系 物理系 對對對 那後來開始接手旅館這方面的時候 會有沒有一點就是 好像 呃 之前學的跟現在的 不一樣 對不一樣 會有就是 呃 需要從頭開始學起的困難度嗎? 就是 剛剛我爸爸有給我一個觀念啦 就是你如果要學 未來要走這塊路 那你就是從基層座起 所以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在大甲店幫忙 然後大甲店 然後從房屋然後到櫃台 過年的時候可能還會幫我職業班 哦 是 對對對 那大概就是從 每個部分都了解之後 然後才 才到後面可以 錄到裡面這樣 不過那個時候是先不是在川復嘛 是在 家裡的其他的飯店嘛 對對對 是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不會想說高中或大學研讀 就是 飯店經營相關的科系 嗯 還是那時候還沒有確定有要接 對 那時候就還在遊走 只是就是有時候回家幫忙 對 呵呵呵呵 那最後選擇那個系就是 想說自己喜歡嘛 喜歡 喜歡就讀自己喜歡的系 呵呵呵 對 那為什麼大學畢業之後呢 你會是繼續 你是繼續往 你喜歡系的工作去發展 還是你就直接回來了 我就直接回來了 那為什麼沒有想要繼續 嗯 其實繼續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回來會走得更簡單 對 我不喜歡 嗯 不想走歪路啦 嗯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 就是有一條路已經幫我們鋪好了 那我們就是走在那條路上面 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到後面 我可能說如果選擇 選擇自己的路 那可能會其中會遇到很多挫折啊 甚至是 當然沒有說這些東西不好 嗯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一條路 已經幫我鋪好了 那我就是 就是why not 對 就走吧 why not 對 那後來走了之後 我這樣講好了 應該是你本身對這條路也不排斥 也沒有不喜歡 所以你才願意吧 對不對 今天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歡這條路 我相信你還是會 why 會從why not變成why 對啦對啦 沒錯 是 那後來接手之後啊 有沒有 你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挫折跟挑戰 印象中的挫折 就是那時候 就像剛剛有講到的 其實也有 想過為什麼要不要回來 家裡 家裡做這個事業 那時候就是 剛好那時候爸爸就是叫我回家裡 對 暑假還是寒假 忘記了還是過年 反正就叫我回家裡幫忙 一定要做訪問 然後就去做 然後那時候就是 哎 這應該是 反正七天吧 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就是每天都在打掃啊 然後就是在拆床啊 然後鋪床啊 整理廁所啊 然後那時候 我就給一個 我自己很帶個問號 就是為什麼別人 別人一個禮拜都在外面玩 那我是一個禮拜都在工作 對 那其實就猶豫了 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到後面就是給自己放假一個禮拜 然後最後想一想就是還是決定回來家裡 因為我覺得我在放假那個一個禮拜中我得到快樂 但是其實我什麼也沒拿到 可是我在工作那一個禮拜之後 其實我得到的是另外一個部分的成長 也許後面我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可以知道怎麼去解決 但是如果我沒有做這件事情我是什麼都不知道 確實 因為對你來說 你會覺得接手反而 真的會是 就是你沒有之前那些經驗的時候 你以大學必定去接手 你會覺得你會更措手不及 對 沒錯 那接下來 因為那時候你接手的時候其實很年輕吧 對不對 我那時候接手應該大學畢業 兩年後吧 兩年後就接手 差不多二十五 二十五歲左右 那那時候接手的時候啊 有沒有人會因為你的年紀 而在跟你的配合之上 就會有一些 比如說故意欺負你啊 然後或者是故意刁難你的部分 或者是有些對你的年紀或經驗 而對你產生不信任 在合作上面會需要更多的溝通之類的 就是說員工的部分 對 或者是跟你的廠商之類的 嗯 就像我說的 因為那時候 我大學畢業 其實我也不是馬上就說做到負責人 我是大學畢業之後 我還是一樣到豐人之後 我就一樣我去做房務 那我讓房務主的人看到 你的認真 對我們認真 就是不是不是我不會做 是我做 我也可以做得跟你們一樣的實踐 一樣的好 好的時候 那他們就不會有 就說 這個負責人你也就這樣子 就不會讓別人說話 我們是 就是我們是做到不會讓人家有說話 就是今天 當房務主問我問題的時候 這個可能 床鋪要怎麼整 那個浴室出問題的時候 要怎麼修 的時候 他們是會來問我 對 那我覺得這就是 就是也是慢慢的 就是我從基層做起能得到這些事情 嗯 對對對 那對於廠商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現在廠商他們看重的不是你的年紀 是你的 能力 能力 對對對對對 沒錯 就是你的 談吐啊 那為什麼 甚至是你的飯店能給他們怎麼樣的 就是回饋 那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他們根本不會去看你的年紀 哦 你總不可能到一個廠商的地方 我身分證是這樣子 我幾年次 不過他們也不會特別去問這些 這些這些 他們可是到最後的時候才會 哎呀你幾年次啊怎麼那麼優秀這樣之類的而已 哦 對對對 他們不會特別care這一點 確實確實 因為以前的人真的都很care 就是年紀 有些人可能娃娃臉都想辦法讓自己看起來比較老成一點啊 成熟一點之類 但還有你看起來就是熟成惡煞一點 對對對 可以讓他覺得說沒事我可以震得助打氣那種感覺 對對對 是 那後來你接班到現在大概五年的時間嘛 對不對 差不多 那你覺得公司在你的帶領之下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甚至你覺得因為你的這個帶領 然後你們公司最大的優勢跟其他的飯店不一樣的差異化 或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我覺得啦 因為在我那時候剛接手的時候其實遇到一個很大問題就是 我們的櫃檯 我們的櫃檯他們其實不太去對應客人的 他們不太去跟客人做回饋 對然後之後我們就換了一批櫃檯 然後是由我去做應徵 那他們就是相對的他們年紀比較年輕 然後可能是語言啊 語言可能就是他們至少會英文 那再來就中文嘛 這個就不用說 那換了這一批櫃檯之後就是發現到他們說 對於客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就是可能相對年輕的 我們櫃檯大概都八十幾年次 對可能最老的是七十幾啊 對七十幾年次 然後所以他們對應客人他們會是 就是用認真的心去對待 就是我覺得那時候剛好接手 我覺得有看到這一點改變 然後再來就是房屋的部分 其實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其實我是一開始回來的時候 來到豐原 我就是跟著房屋他們一起做 他們掃幾千 他們因為以前那時候的房屋他們是掃得很快 我就想說這個時間好像不太對 我就去看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這個床單被單有沒有換 我說沒有啦 這看起來就乾乾淨淨的就拉一拉就好 我就說不行 對那你就是還是要把它做更換 所以那到後面 他們一開始一定會有抗拒 他們一定會有抵抗 因為你會讓他們就是要做更多麻煩的事 對因為他們做久了他們就覺得 這樣就輕鬆 我又掃房間掃得很快 那沒什麼沒什麼問題啊 對然後我到後面就是說不行 那你們就是要換 不換的話 那我們公司的規定就是要換 對啊 那到後面 能留的就留 不能留的他們就自然會離開 理解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改變 就是他們知道老闆他也會做 老闆不是只有嘴巴上說說 因為有遇過那種 我們進去之後然後跟他講的他還是不改變 對那最後他就是不會留下來 因為他其實習慣之前那樣子就是 好不容易有個比如說有點像是偷 偷雞摸狗 偷雞摸狗 也不像偷雞摸狗 就是混水摸魚的一個機會 對對對 然後你一來之後就是要變得更麻煩 他沒有辦法適應過來 他就離開 對 講偷雞摸狗我們剛剛那個成語不太對 混水摸魚啊 對 就像偷就是那什麼偷魚嗎 摸魚摸魚 摸魚啦 就是摸魚的一個機會 因為大家都喜歡就是那種輕輕鬆鬆慢慢變變的 對 但我相信你其實也一直有為他們爭取員工的福利 沒錯 所以也希望他們可以好好認真的對待這間飯店 對待這間企業 對阿 其實他們一開始 一開始看到 就是我們接手之後看到那個薪水 他們其實每個人都嚇到 真的喔 對他們每個人都嚇到 那我說 你們拿多少錢就是做多少事 你們不要說我們不會做 我也跟著你做了 所以我做得到 那你們也要做得到 當然我們 因為我們的概念就是 房務主真的很辛苦 對 所以我們給他們的薪水就相對比較高 對 那到後面其實 我們有退過一批房務人員 那他們到外面出去之後就發現 欸 薪水差 對 不好找是一個 然後薪水又差很多 對那 有回來的嗎 有想回來阿 可是我們不收 哈哈哈哈 這個就像老闆的霸氣 對啊 對啊 因為回來之後 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講一講 又是 又叫不動 對 那說不定他反而 因為因此回來更認真工作的 也是有可能 對 但是我們的 概念就是 人人很多 我不想選你 對 對 我們就是有這個 這個薪水條件 可以招到好的人員 其實你今天出去我們還是招得到人 對 那 那你今天如果真的決定後要出去 那我們就不會接受人回來 這樣子 理解理解理解 畢竟就是 你們是很認真對待事業 你們需要一批就是 甚至有一批心血 或許又可以去 為這間公司 或這間企業 帶來一些更新的一些氣象 對 是 那接下來 現在你們剛剛也講了嘛 你們是非常認真對待 這間飯店跟旅館和企業的 那 有沒有一些客人 有給你們一些回饋 是讓你們覺得很感動的 覺得還好沒有一直堅持這個事業 客人 因為我們做一個商務旅館 那其實有 有一個客人他蠻特別的 就是 他住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就是從我們接手前 他就住了 然後 這個是要講一樣還是 沒關係 就一樣 反正他就是住蠻長一段時間 那他就是 那時候他從我們接手後裝修 到裝修的期間 他都一直持續在住 對 然後他後面就是跟我們講了一句話 就是 讓我們 真的讓我爸爸跟我都很感動 他就是說 他就是說 你們的改變其實我們 這些老顧客都看得到 對 那他相對的 雖然我們價錢幫他的房租提高了 但是他願意付出這個金額 就是沒關係 對 真的是穿附耶 對 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得到 但我覺得可以 真的是可以感受到 是因為你們有很用心 對 即使他不是你們一開始就服務的客人 那後來接手服務之後 他們又能夠認同 應該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 一定算是對你們的贊同 沒錯 然後也是一個你們的一個成就感來源 對 是 那接下來穿附已經到現在 您接手已經五年的時間了 接下來一定還會想有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 甚至更多的五年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你對於穿附有沒有一些未來的短中長期的規劃呢 在短期的規劃部分就是 我們希望是能找到更多的廠商 就是所謂的合約客戶 那合約客戶的部分就是有我們的 就是可能是有我啊或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經理 他可能會去跑一些像科技園區啊 或是工業區啊 就是我們會跟他做簽約的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雖然我們現在的簽約客戶大概是一百二十幾間 嗯 蠻多間的 那可能 可是還是需要 需要再去擴展 我們目標大概是會到再是一百二十間的兩倍左右 對 因為 寧願多啦 寧願少 但這種簽約客戶 這些廠商他會不會不只有你們一間簽約飯店 會 會 因為 不一定啦 就是 有時候他們就是看調度 有時候北中南都有 有時候 台中可能他們會簽個三四間 不一定 對 理解 然後在中長期規劃部分就是 我們可能會在希望是做 飯店內的整修與外牆的整修 對 那這部分就是需要做一個長期的規劃 因為有時候就是需要做成本考量 就是做了這件事情 我們萊克人數真的會增加嗎 對 這就是需要我們做一個長期的規劃 確實 確實需要 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更多一點時間的 經營 然後再來是更多的穿附 你才有辦法來做更多的 賺更多錢才有辦法做這些規劃 沒錯 沒錯 那也相信接下來很多的老客人 如果因為喜歡你們的風格 那他可能先來到這裡 這段時間是這樣子 maybe再過下一段時間 會看到不一樣全新的樣貌 可以一直在穿附山旅可以感受 就是穿附更不一樣的一些新鮮的模式 對 是 那接下來如果有些年輕人 你知道現在就是旅行業很康嗎 對 然後現在國內的旅遊很豐盛 那像民宿啊 或一些小旅館也開始都慢慢的澎波發展 那你會想給這些 如果接下來想要進入這樣市場的年輕人 什麼樣的建議跟見解 我的建議是 如果真的今天要做蓋動 也不要說蓋啦 比如說你要經營一段旅館 一間旅館的話就是 第一個想法 第一個是想法 我覺得應該說最重要的是想法 就是你要怎麼樣 讓這間旅館可以吸引到客群 對 然後你要怎麼去改變你的旅館 那我覺得這是現在趨勢 時代的趨勢 像我們那時候 大甲那邊 會蓋智能旅館的原因也是這樣 我們在做嘗試 在智能旅館現在 最流行的時候 因為你就也不需要櫃台 也不需要人力 你就是 那個面板按一按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入住了 當然打掃還是現在 還是需要人力 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智能旅館就是一個趨勢 那我們知道了這個趨勢之後 再帶回到我們自己家飯店的時候 我們可以裝一個一樣一個機器 那是可以讓人家去觸碰的 也許我們就不需要櫃台了 也許 那這是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進一間飯店的時候 或是旅館的時候 那你可以朝 你的想法是很重要 所以你要怎麼能吸引到客人 真的耶 因為就很像 飯店定位一定會跟行銷說法 你會來做結合 所以如果你沒有所謂的定位的話 你怎麼去做任何的行銷 都沒有辦法去曝光的 可是你的特色 那他要曝光你的什麼東西 所以一定要先把特色自己先定位出來 你才有辦法就是去 為這個特色來去做更多行銷 去吸引更多的人來 甚至是回頭客這樣子 那你可以跟他講一下 川副的特色跟定位風格是什麼 我們川副其實是定位在商務旅館 商務旅館就是我們有會議空間 然後在房間內你可以 租自己的工作 然後甚至在大廳的時候 你可以在下飯的時候可以 跟同事啊 甚至一些朋友聊聊天啊 就是一個 那時候定位其實是 就是讓打工人 甚至工作出差的人 能回到一個家的感覺 對 就是我們有大廳 我們有客廳 大家可以坐下來聊聊天 那累了就回房間休息 我們希望是這樣子 我大概可以理解 你看我們可能是一個團隊 一起來這個地方 但是呢 我們還可以下來 就是有一個 我們自己的空間 我們還是可以就是 一群人坐在一起聊聊天 開心玩 這樣感覺 那蠻不錯的 好的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的川副生旅的余宗先生經理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謝謝